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实战的课堂 今天这期课我们会完成这个问答系统的 就是基于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问答系统的开发 那么最后一个后门是做一个随机问答的精彩页 那么这个页面它可以分享到这个用户的朋友圈里面 那么这期课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第一个是菜单调整 在最开始的这个菜单生成过程中 我们把问答历史和随机问答都设置为两个按钮 那么我在这几颗里面呢 我们要把它设置成一个这个 连接网页连接 那么第二点是做数据的准备 接下来是做页面的开发 那么最后呢 会实现这个微信的分享功能 好,接下来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首先我们要登录到这个ECS云主机上 然后用Google启动我们的服务 然后呢 首先我们要修改我们的Mail 就是菜单同步的那个脚本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把这改一下改成view 然后呢 把这个p要改成UIL 然后把UIL改成这个我们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 我们运行这个脚本的是直接掉它 然后不再schedule了 然后也不要inter setinter我了 好 然后呢 我们node没有 那么它最后说出的是菜单创建成功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提交一下 好 那么 接下来 第二步呢 我们会做这个数据的数据和路由的准备 我们需要编辑的文件是APP controller wechat 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是需要新增一个路由 那么这个路由叫做 就叫做random 然后在这个路由里面呢 我们会直接去利用这个conversation这个model去查找数据 然后我们查找这个用conversation查找数据了 说我们要加一个limit 比如说是limit 100 就是最多 查100条出来 然后我们要把它做一个随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酷 因为 随机这个算法有很多现成的这个实现的方式 那么我们需要使用lodash这个酷 它里面有一个shuffle shuffle呢 就是随机 那么我们直接安装一下npm install blodash-s 好 等它安装完成 我们可以到这儿来require一下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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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就cast shuffle 那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取出100条来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是把它做一个随机然后从里面结 20条出来 然后我们的gob 挂了要重新启动一下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访问我们这个vchat random 它应该就输出了一个接散的数据 好 那么数据基本上符合预期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它直接改成模板渲染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对原来的这个问答历史做一个简单的改进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在这儿加一个limit20 然后前面加个sort 键created 那么问答历史里面我们只取最近的20条问答历史 然后把它输出给用户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实现这个它的页面 那么页面的话也比较简单 app views 然后我们把history拿过来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们 history这个就是说我们render 就是随机问答和问答历史这两个页面 它共用的可以是一个模板 那我们直接让它在这儿render history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校验一下页面的效果 可以看到我们的随机问答 已经有了 那么 都发几个 那么它基本上都是随机的问答 好 那么随机问答的页面 就是直接复用haster的话没有问题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还需要就是加上微信分享的功能 那么这个怎么加呢 我们直接打开app 因为我们在首页已经加过这块内容 然后把它加进来 send package 好 那么 那么 但是这个send package 我们从哪儿拿到呢 我们需要新建一个中间键 就是要新建设的 Const getThinPackage 然后这个我们直接掉gssdk就行了 然后如果出现获取签名的时候出现错误 那我们直接抛出错误 否则的话那就request.send package 然后掉next 那么这是一个一步的过程 好,那我们把原来的hello这一面重新改写一下 那么这的send package就是request 那么不过我们需要把中键键插在前面 好,那我们的请求历史的页面 就是问答历史的页面和随机问答的页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需要把send package 那么复制用request.send package复制回来 好,那么我们写了一个中键键 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页面 那么可以看看我们的页面有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如果查看原代码的话 大家应该能发现我们这里面有各种微信的这种配置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去真实的微信的app里面测试一下我们的功能 好,那么我们把微信的进程杀掉 然后重新启动微信 然后在订阅号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个接口测试号 那么把它的消息再绘画的清空一下 那么再点一下这个随机问答的页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微信会提示将要访问这个wechat random 那么出现了这个签名错误的问题 但这个随机问答的页面选择内容呢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排查一下这个签名错误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查看一下页面的原代码 仔细检查一下它有没有问题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的原代码 那么一看到呢我们这个微信的CM package里面 这个UIL 然后signature, non-stream, UIL 那么这里面这个UIL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页面是叫 UIL应该叫Wechat random 那么它这个地方叫Random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微信的这个签名里面 收到这个invalid的signature 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invalid的signature 一定要确保这个就是检查下面这些部分 那么我们目前就是看出来的应该是UIL有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来修复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可以console.log, require.url, require.origin 那么进入UIL 那么这是express本身支持的 那我们刚才是把它打到console里面 那么可以看到后面输出的这个UIL 是我们这个完整的UIL 那我们这里面就需要做一个事情 那我们就等我们把pass name取出来 我们比如说稍等 我们在这个query stream里面带一些参数 那么实际上我们只需要这个完整的pass name 那我们怎么取呢 我们就const unvalid.pass name 等于requery.origin.no.ul.split 问号.shift 那我们取它的第一项 好的这里面我们直接取 pass name 改一下我们的代码 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页面的UIL已经基本上正确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微信里面重新测试一下 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那么还是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 我们再来在这个微信的官方文档上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签名算法 那么签名算法其实大家是可以打开这个页面 然后用这个工具来做一下教验 那么把你的js api ticket non-screen timestep uil贴进来 然后教验你的签名生成算法是否正确 那么接下来确认大消息 那么这个我们也没有问题 那么第三点大家尤其要注意 就是我们刚才踩的坑就是在这里面 那么页面是页面 就是确认UIL是页面完整的UIL 那么它必须要包含协议部分 以及这个问号后面的get参数部分 但是不包括哈希部分 那么我们刚才在这里面代码里面所做的事情 是把它直接后面那部分去掉了 那么我们直接应该取什么呢 request.origin origin no uil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来到微信上 那么我们的这个配置信息基本上ok 那么我们可以这个 分享到朋友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去我们的朋友圈看一下 那我们打开这个页面呢 还是我们的随机问答页面 好 那我们这条消息其实可以删除了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整个这个 基于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问答系统呢 就开发完成了 那么这门课程到这里就先完成了 下节课会带领大家做一个课程总结 那么下节课再 我们下节课会带领大家做一个课程 我们下节课会带领大家做一个课程